如果海绵宝宝在天有灵 他一定会通过让子弹飞的镜头 找到他那原本位于太平洋 比基尼海滩比基宝镇 库头村贝克街124号的波罗屋的家 因为他的波罗屋已经被黄四郎改造成了一枚地雷 一枚绝版珍藏SSR级地雷 黄四郎戴着白手套 手握黄金地雷波罗屋 在旋转展示吹嘘之余 还张着自己24K金牙的深渊巨口 对着那雷大口哈气 看着海绵宝宝都忍不住要喊一声胖臭 镜头回转虚化之处 逐渐清晰的却是一张 满脸都是麻子 让人密恐的假麻子胡军的脸 胡摆胡签胡万胡军 胡军饰演的这位假麻子 还真算得上是黄四郎团伙的一支军 黄四郎养着他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 他给刘都统运送烟土鸦片 十回有八回都被张麻子给截了 这里的张麻子正是胡军饰演的假麻子 黄四郎自己抢劫自己 从而可以十回有八回不给刘都统上供 其二 黄四郎经常假借剿匪之名 逼两大家族跟他一起出钱 让俄城的历任县长们出城剿匪 然后再利用假麻子将县长杀掉 把所有钱全抢回来 从而占着挣了两大家族的钱 所以这胡军真是黄四郎百万之外的 一支军 稀里稀外都合情合理 而那演员胡军在此处的颠覆性表演 也可谓是会声会色 试问还有谁能看着他这张 假麻子的油腻猥琐 恐怖中还带着一点恶心的脸 想起他也曾是那位天龙八部当中 一波云天的超级英雄 乔峰呢 更离谱的是 俄城内外贴满的张麻子的通缉令 分明是照着朱元璋早期画像画的 而这假麻子胡军 2006年还真演过一部电视剧 名字就叫做朱元璋 简直所有的逻辑也全都闭还了 不在公屏上打一个庙子出来 都对不起这无心插柳的神之一手 假麻子一脸天真的发问 那么另外一颗地雷呢 炸炸了 辛亥革命的底下 191年10月10日 中国农历辛亥年 清军武汉武昌新军攻城第八营革命党人 熊炳坤发现起义行动恐将败露 于是便率先联络集中各队中的党人代表 准备随时提前发起总共行动 之后他又果断击毙一名 企图告密的反动军官 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一瞬之间 营中人声鼎沸 枪声大作 众英雄们在熊炳坤的指挥下 与前来镇压的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枪战 此战之后 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抗运动爆发 史称辛亥革命 这场革命给了腐朽的蜻蜓以致命一击 革命之后 大清亡了 民国建立 袁世凯上台 武昌手艺三年后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 向他人介绍熊炳坤史 还亲切的称呼他为 熊一枪 但在真实的历史上 熊炳坤打响的更多是 精神上的武昌起义第一枪 历史上更接近真相的事实是 在熊炳坤冲出去 组织革命党人反抗之前 另一位共进会成员程正营 就早已率先连开竖枪 击毙了一名 企图告密的清军牌长 武昌起义的第一二三四项 基本都是成正营打的 绝对不会是黄四郎嘴里的 另一颗地雷炸出来的 哦 我知道 炸在星亥这个地方了 图阿格里图乃义务的假麻子 这堪称智障的发言 直逼的黄四郎差点断气 星亥不是个地方 是一种革命 显然 无耻恶霸到如此地步的黄四郎 曾经可能也是革命党中的一员 他参与过那场推翻封建的革命 只是在胜利之后 时时务的他摇身一变 在乱世中跪倒在权力和金钱脚下 成了军阀流毒筒的走狗 继而又成了盘踞一方 欺压百姓的无耻恶霸 而那些跪不下去的 满怀理想的张麻子们 却被这甜蜜的世道逼得无处容身 只能去山中落草为寇 黄四郎赚得盆满钵满 还想让谁死就能让谁死 其邪恶本质 与一开始给贪官马邦德保驾护航的 铁血十日八星没什么区别 主意都变成了生意 少年全成了恶龙 地雷如此珍贵 他要爆炸 就一定要炸的惊天地气鬼神 得选个好地方 还得选个好时辰 黄四郎终于徒穷避现 雨夜胡腕炸湿甜蜜的惊喜案后 面对无法收下当狗的县长团队 黄四郎彻底动了杀心 在他眼里 这颗豪华地雷 如果没能炸死县长 那也是卑鄙的浪费 而贾麻子听闻 剿匪二字后的第一反应 竟然是 显然借剿匪之名 敛财助攻县长出城 再在剿匪路上残杀县长 抢回全部金银的招数 黄四郎此前已跟贾麻子玩了多次 但贾麻子此刻却非常不懂事 一个既没有枪 又没有印的 山里跪着要饭的 竟敢跟黄四郎讨价还价 简直是痴心妄想 假麻子手捧着雷 星星离去 黄四郎的第三次三步走行动曲 拉开了帷幕 第一步 安排贾麻子拿雷准备杀人 第二步 利用县长出城剿匪 第三步 在剿匪路上将县长杀之取材 而英雄的张麻子这边 则正面临着一个被人拿枪指着的生命威胁 县衙内堂之上 那位同时被老二和老三爱上的美人花姐 此刻正一手枪指自己 一手枪指目之的发疯 都别动 让他说 老二不辞而别 老三又要走了 我们活活的被你们拆散了 具备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的花姐的爱 逼得他这位奇女子举起了枪 又将那枪对准了那位从未伤害他分毫的县长 此刻所有的兄弟都拿起了枪 除了那一脸久边未出祥状态的老三 汤侍也更在一旁看得是一脸茫然 不知坦荡回应 你左手的意思我懂 你右手的意思我也懂 两只手这么呆着 我看不懂 其实在剧本当中 老汤还专门解释了一嘴 为什么他这位捧根能说出这么一句 听起来如此现代的 AB型人格的台词 在花姐让他闭嘴时 老汤还悄悄嘟唠了一句 我读过日本一本血型的书 典型的AB型 随得那连续两次 将指向自己的那把枪 对准插嘴的捧根汤 视野的花姐 虽然花姐的枪摆的是如此的纠结 但他对准木支的那个枪口 可是从来都没变过 花姐威胁现场是真 威胁要自尽视角 眼见如此一个女中刺客前来 全部举枪准备对射 只有老三一直面色镇定 呆坐无语 彻底陷入迷惑的木支 终于发问 你是被黄色狼买来的 对 他打过你吗 打过 我打过你吗 没有 你恨他吗 恨 那你不拿枪指着他 你拿枪指着我 因为你是好人 什么 这是什么他妈狗屁道理 好人就得让你拿枪指着 好人就得让人拿枪指着 可能还真就是这个 甜蜜的黑白颠倒的世界 运行的真相 正所谓得罪君子 不能得罪小人 不过这从来不是什么 人善被人欺 好人就好欺负的事 因为张木支这样的英雄 从来都不好欺负 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得罪君子的成本 明显要远低于得罪小人 得罪君子 君子会以礼服人 还可能难忘以非其道 得罪小人 小人只会极尽阴险手段之能使 用最断章取义 构陷污蔑的方法去报复 眼见老大终于还是被气到暴走 老三把枪拍向桌面 走上前去大喊 瓜姐 大哥说的对 却被木支一声喝醋 让他滚回去坐下 老三的种种僭越的行为 终于还是把张木支 彻底惹怒了 汤师爷此刻 还想继续扮演 自己捧根的角色 他起身一脸又懂了的状态 马后炮的大喊 我说什么来着 没人听啊 却也被彻底激怒的木支 一通嘴炮火力输出 对的是哑口无言 作为一个好人 一个坚持做正确的事的理想主义者 如今却被自己刚刚解救下的对象 用枪指着威胁 张木支真的是既孤独又愤怒 他甚至可能还隐隐感觉到 自己正在被眼前的兄弟们和老汤背叛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好人的宿命 难道就是要被自己艰苦救下的大众用枪指着吗 而且花姐手里的双枪也必然是在座的某个人给她的 张木支暴走的反应 已然超出了花姐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期 他终究是在这样泰山压顶的气场之下 说出了弄出此番疯癫闹剧的真相 思路清晰 国际学180级的木支 立刻明白了这其中的缘由 他怒骂斯兄弟 你们甜蜜的是谁给他出的这个主意 不跟你说了玩了 注意在这场戏中 那与激烈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的温暖的BGM 依旧是此前已经出现过多次的树上的疯子 来自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木支和花姐一同框 这首曲子几乎就要响起 让人不禁怀疑 眼前的花姐 也许正是太阳里那位普等阿料莎的疯吗 花姐的这番发言 有对革命成功后 受众人拥护的美好胜利的向往 但缺乏对斗争当中 不可避免的流血与牺牲的清醒认知 听他们笑这件事 实际上只是真正的革命之路上的细枝末节 离其明知山友黄四郎 却偏要像此山形的张木支 花姐的理想主义是软弱的 也是充满投机性质的 但经过这番玩命式的毛髓自现和boss直辟 花姐这样一届小女子 还是赢得了一个至少现阶段看起来十分光明的未来 你现在就是了 我们准备好了 不用准备 你都准备过吗 没有 你准备过吗 没有啊 老汤一看终于又到了自己捧根的环节 立刻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 讲出了一个猛太奇玩猛太奇 猛太奇都觉得好猛太奇的段子 吃着谎锅唱着歌 哭汤一下掉水里 出来就到这了 哈哈哈哈 老汤一辈子说过无数的谎话 但这一句应该是他含真量最高的一句 即将出城剿匪的张木支 立刻给花姐安排了全新的重要任务 你就留在鹅城 对 张马匪要听命令 大哥说的对 刚才说的也对 一切行动听命令这件事 听起来不像是马匪 倒像是军队 木支带着花姐 来到六子曾经睡过的房间 房间内一张竖起来的床垫上 绑着那个殷容笑貌 都与黄四郎如出一辙的替身 这个替身跟黄四郎长得是一模一样 甚至连嘴里的金牙都差不多 就连见多石果的木支 都一时无法彻底分清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黄四郎 花姐手持双枪 果断上前 两把冰凉的枪口 扒开了替身胸前的衬衫 一眼之后对黄四郎肉身皮囊 了如指掌的花姐 立刻就有了判断 此时的替身满脸堆笑 声音完全复刻着城门楼上 初见踏实 糊糊生风的模样 周润发着堪称人格整容式的演技 可谓是从里到外 从表情到声音 都完全诠释出了 艳品与黄四郎本人之间 根本上的不同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 我不是他 我真的不是他 当然也有人会说 这个替身根本就不是周润发演的 而是替身文响演的 因为这替身与黄四郎 两个角色之间的状态 实在太过颠覆 有人甚至在弹幕里就吵了起来 发哥个鬼 这是专门扮演发哥的小演员 因神似发哥而出名 这还真不是周润发 只是演员跟发哥长得超级像 这就是发哥的替身 真发哥 飞一点 辣一点 只看得发哥本人听到后 都要落泪 虽然真人替身可以做到 以假乱真这事 听起来颇具传奇色彩 但这样的说法 却完全是误读 因为在让子弹拍摄的过程当中 所有正面近景的角色塑造 都是周润发本人亲自完成的 他的替身文响 其实无论是在容貌身高 还是年龄上 都与发哥本人 有着很大的差别 替身有过正脸出现的镜头 但都是远景 或是在看不清的暗影之中 没等木之说完 花姐却表示那个 刚才刚双枪进行双向刺杀的自己 其实根本不会用枪 老三立刻展开了现场教学 两人砰砰砰砰的疯狂开火 花姐的眼神甚至更加坚定 打得那黄色狼的替身 嘶儿挖乱叫 但却没有一颗子弹 真的落在替身身上 老三被花姐的狠 与不害怕吓得一惊 而木之却露出了欣赏的笑 又宛如他与花姐二人 当时初见的模样 花姐还真个天生 就是个干马匪的好材料 而我一直怀疑 黄色狼替身的 这个快速摆头夺子弹的特异功能 可能也遗传给了 邪不压正理的李天然 张木之喜提一只新马匪 花姐 黄色狼那边的胡谦 也给他带来了一个甜蜜的大惊喜 果然他不姓吗 经过胡谦去省城的一番打探 县长的真实身份 在一团迷雾的黄色狼眼前 浮现了出来 黄色狼这云里雾里的 新三部中的悠然的第二部 直听的一旁的胡谦 感到非常的突然 甚至还有点摸不着头发 曾帮黄色狼解决过 多位县长的胡谦 此刻灵光乍起的大喊 道观七绝 放在乾清 满门抄斩 大清的王了还大清 胡谦的这一手 用乾清法理 斩本朝官的做法 本质上跟那个高呼自己是 光绪三十一年 皇上钦点的武举人的武志充 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他们虽然看似已经成了民主共和的文明人 但其内心腐朽封建的辫子从未剪掉 他们也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应该将那辫子剪掉 听了胡谦那立刻杀人灭口的建议 黄色狼却轻舔着自己贪婪的牙齿 做出了一个他未来回过头来 可能会后悔终生的决定 黄色狼口中的两只猴 显然已经说明 那位扑同一下掉水里 出来就到这儿来的汤士爷 也已被他黄色狼加入到了 肯得起豪华弄死套餐当中 而黄色狼之所以要先耍再杀的原因 则更是非常的有逻辑 老爷这两只猴子不值得您耍 要耍一定要耍 不耍猴 他黄色狼怎么能赚得到两大家族的钱 不耍猴 他们怎么能心甘情愿的去剿匪 不剿匪 他们又怎么能踩到地雷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纵横多年不可一世的黄色狼的真正死因 耍猴 县衙大堂之内 画面一座已有两张大脸 一张脸是大耳朵荼毒般的木枝 一张脸是唐师爷葛优呢 盖着观印的大照片 上书马邦得三个大字 这照片是你吗 是我 是 是 那时候我还很瘦 这叫不是 你说他不是我 不是 在兴师问罪的黄色狼 如此这般的实锤面前 张木枝虽能做到脸不红心不跳的 指鹿尾马和死鸭子嘴硬 但他也实在是很难 靠那时我还很瘦 这就是我的强辩逻辑 去反驳黄色狼对他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这回靠装糊涂而是真装不过去了 木枝现了原型的 又讲起了一个讽刺拉满的全新故事 花起去照相馆照相 取照片的时候 他们给的我就是这个 我说这不是我 他们说这就是你 我说他不是我 他们说这就是你 我说这不是我 他们说这就是你 这句话不光对应着电影 也照应着江文那长久遭人误解的现实 付出极度心血的太阳照常升起 无人理解 他这一次只能用更直白一点的让子弹飞 来翻译翻译上一步的太阳的内核 但这个照相馆给错照片 导致本我和他我分离的桥段 却绝非江文首创 早在2005年 郭德纲于谦出演的连续喜剧 《地下交通站》中 其实就曾有过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情节 各位老总 这是我 这怎么他妈不像 你看你也说不像是吧 他们都说不像 可是照相馆非说这是我 王军也说这是我 王军都说像像年 那是我呢还有点像 白嘴瞎话却异常淡定 单手插兜 游走在大堂之内的木枝身后的圆景中 乃是湖白带队 全副武装的皇家人马 黄四郎此番前来耍猴之前的准备工作 显然做的是非常充足 但他显然也没有料到 道官上尉 张眼道官记的张牧之 竟在这石锤铁正之前 还能如此坚定的将装糊涂进行到底 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 算命先生就指着我娘的肚子说 这孩子将来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装糊涂 哦是这样 一个土匪碰见一个恶霸 这么简单的事 终究还是在所有人的合谋之下 被弄的是乱七八糟 而那自以为聪明到不可一世的黄四郎 在与张麻子的生死纠葛中 也至少做了两个最终 导致他自己丧命的选择 第一次他应该听胡签的 杀县长不用戴面具 您等着厌尸 但黄四郎却非要玩上一把 麻肥火病 县长报死 听着多么顺耳的把戏 结果不光把胡万给玩诈尸了 还给自己玩出来个甜蜜的惊喜 第二次黄四郎依旧应该听胡签的 他不该耍猴 因为耍猴者中成猴 尤其是面对张慕之这样的 乌中生有张口就来的 身怀绝技的高手 16通操作梦如虎 电影拆解进度进行到了 5250秒至于7920秒 喜欢这种硬核解读电影的朋友 也请您千万别忘了长按点赞 点赞过不了一万 我过云神奇负个字 原地解散 是过云神奇 希望我的下期视频还能和你再次相见 如果再不能见到你 也祝你早安午安 还有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